英国王室屈西里,戴安娜王妃最标准,夏洛特小公主最可爱。 英国王室是欧洲最古老的王室,也是现存最古老的王室之一,李怡凡多,女性屈西里就是其中之一,一直保留至今。 屈西里是一种传统的问候礼节,与男性的鞠躬礼节相对应,女性行屈西里时双膝须略微向外打开,并将一只脚后扯,有时还要双手拎起体侧的裙摆,含笑低头。 传统意义上,都是女性向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人行屈西里。 英国王室贵族女性从小就接受这些礼仪的教育,屈西里也有规范动作。 戴安娜王妃偏姿聪慧,标准身材,她的屈西里就显得非常自然,优雅大仿,堪称教科书式的屈西里。 很多人都以他人榜样,校正自己的行为动作。 戴安娜王妃在向大访的西班牙索菲亚女王行屈西里的时候,就显得落落大方,优雅得体。 时间不长,但含义深远,既表现了向对方的尊重,又不失自己的身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凯特王妃也是受过贵族教育的,她的屈西里也是很规范,很优雅。 可以与戴安娜王妃一比。凯特王妃行屈西里时,非常有自信,有气势。 这一点上,梅根王妃就是差一些了,首先她没有经收过正规训练,动作不优雅,缺少自信,总是低着头,显得动作生疏,没有凯特王妃那样从容。 行屈西里最猛的要算是夏洛特小公主了,当时她只有两岁,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带着她和乔治小王子一起到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 临别时,妈妈让她行屈西里,小宝贝俩然是学过,小腿微微弯曲,还有些站不稳,可爱至极。 给在场的人带来了极大民快乐。 英国是君主力限制国家,英国王室虽然没有实质权力,但是它是凝聚国家力量的象征。 撒歇尔夫人当年担任英国首相的时候,她见到英国女王之时,也要行屈西里。 现在的首相特雷莎,梅也是这样,不过她的屈西里有点夸张。 在英国王室中,卡米拉应该是最尴尬的一位了,戴安玛王妃与查尔斯亡了离婚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她是查尔斯王子的情人,也就是第三者,他们都是有家庭的人。 尽管后来她成为了查尔斯的第二任夫人,可是在英国王室里,她的地位并不是很高,长公主安妮她们都不会向她行屈西里的。 所以说在英国王室里身份和地位并不能等同的,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出身是很重要的,人品更为重要。 屈西里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卡米拉在行屈西里时就显得很尴尬,她甚至要向凯特王妃她们行屈西里。